Leo聊四季 天鹽鹿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羅馬人對上阿茲特克人 這場比賽是T90的白金聯賽 好 那現在很久沒有看到這個Dout 那對手是Yo 這兩位選手在我的頻道最近比較少出現 那剛好他們今天又打了一場精彩的比賽 我們就趕快來看一下兩邊選擇的文明吧 那紅方是Dout 選擇的是羅馬人 羅馬人他最大的特色是他的建造修理 還有採集資源都有這5%的加成 而且步兵科技點一防的話是加二點防禦力 所以他只有二防的關係 總共是加雙防各四點 所以羅馬人城堡時代的常見兵 或是重裝長槍兵 這個坦度是非常坦的 那到了後期羅馬人主要是打這個奴炮 還有這個百夫長軍團兵為主的一個文明 那羅馬人的話他後期經濟是非常誇張的 甚至有可能是超越這個 維京人 維京人的後期其實沒有這麼強大 但羅馬人的話 可能後期真的是非常非常後期的情況下 羅馬人甚至是 可能是全遊戲裡面經濟最好的文明之一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阿茲特克人 阿茲特克人最大的特色就是他的資源攜帶採集量 是有加散的效果 所以他吃這個冥養可以拿到13個肉 那木頭也是13個伐木 黃金還有石頭都是這樣子的 所以阿茲特克人他的前中後期 都是一個很正常的經濟成長曲線 在一直往上攀升的 而且算是還蠻不錯的那種 那阿茲的步兵呢也算是很強大的 因為他有這個龍冠戰爭的關係 步兵可以多加四共 他的長槍病傷害非常高 那劍兵勇士棒勇士 自然就不用說是高得非常誇張那種 那阿茲特克呢 比較適合打老頭這個單位的 因為老頭呢他的每點一個科技 都會加5滴的血量 到了後期最高血量可以到95滴血 非常坦 那阿茲特克人後期主要是搭配打這個 戰毛兵還有步兵 還有老頭為主的文明 那老鷹豹呢甚至是一個很強大的一個 阿茲特克的一個打法 欸這邊是不是偷豬 好像是喔 偷豬能成功嗎 哎呀 結果道德的豬被偷走啦 那我們在講解的時候 突然豬被偷走了一隻 那道德這邊就要趕快去偷對方的野豬了 好那又開局就拿到兩隻野豬 非常的賺 OK這邊賺到了兩隻羊 趕快往左邊拉 蛤這隻野豬到頭要偷回去嗎 看到了 我覺得他會 唉唷偷回去了 那阿茲特克人喔 我們繼續講 阿茲特克人這個文明為什麼老鷹豹非常適合 所以主要是因為他有這個軍事建築的這個 均勻的生產速度的加成 因為老鷹這個單位喔 在以前HD時代的時候 他的造價速度是很正常 就是蠻快的 但是到了世紀帝國決定版 這個版本之後呢 每一隻老鷹喔 都是要30秒之後 所以在城堡老鷹豹的時候 這個出關時間更慢了一些喔 你們知道以前那個HD時代 你可能初十隻騎士 你看到老鷹國對方可能有三四十隻的老鷹在外面等你 那個場面喔是相當絕望的喔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常說阿茲這個文明喔 是最適合打這個老鷹豹的文明喔 就是這個原因喔 跟他這個均勻的加速關係 城堡塞老鷹豹 加上老頭 這個壓制是非常強大的喔 而且他老頭也有救贖思想 你即使出工程器要擋也很難擋得住啊 那如果你出騎士的話 又會被老頭招走 那如果你不出騎士 出常見兵的話 數量要給他多 肉類或許又比較慢一點 所以阿茲特克喔 他的老鷹豹 為什麼強就是強在這些地方 那這個招式喔 打高端的比賽來說的話 是比較容易被擋下來了 但我自己親身 嘗試了一下之後 就是直接在1400分的區段裡面 拿到了4連勝喔 基本上 這招應該可以打到1800應該是沒問題的 1800、1700應該是OK 那阿茲特克喔 這招算是很頂尖喔 那我們就要來看一下阿茲到底會怎麼打 畢竟兩位頂尖選手玩法不同 但這場比賽已經有點不太公平了 又已經拿了一頭豬 然後刺頭本來想要趕路 結果還被又的老鷹給戳掉 這個肉也趕不了路了 哇 這一把道德可能會有點傷啊 好那我們看到這邊又是拿到了 三頭野豬的一個經濟優勢喔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他待會風劍會怎麼打 那阿茲特克這個文明喔 其實在風劍時代的需求 這個肉量需求 其實初期沒這麼龐大喔 所以待會可能會更多的是去轉一下 這個黃金喔 去轉工兵出來 甚至要去挖更多的黃金喔 去轉出老鷹來打 會更適合他喔 但因為他這邊有三隻野豬的一個肉量情況 這邊直接打三棒棒喔 轉老鷹跟工兵喔 是沒有問題的 那為什麼平常的三棒棒轉裝甲是比較難的原因 是因為他在多投資140肉 那有三隻野豬的情況下 這個肉量就已經很充足了 就要轉出三隻裝甲步兵也沒什麼壓力 而且可以給羅馬這邊有更大的壓力喔 那像道德現在已經少了一隻野豬的情況下 被迫轉了農田出來 其實這是一件很傷經濟的事情 黑暗時代就撒農田 也沒有一級農的情況下 他待會後續經濟可能會被拖垮 好這邊看到棒棒過來 應該是意識到了 好那羅馬這邊要回救嗎 那羅馬這邊 他生時代上雖然慢了一點喔 畢竟這個肉 野豬龜透了一隻嘛 算時代會慢很正常 那如果以裝甲步兵互打的情況下 羅馬是會贏的 因為羅馬這邊只要點下異防的話 就可以輾壓對手 好甚至在封建時代喔 轉出這個裝甲步兵 然後用一些毛兵喔 在後面搭配喔 對方的弓兵是完全扛不住的 而且連對方的毛兵喔 怎麼打都是一滴血 所以羅馬這邊一定要盡早 點下這個裝甲步兵喔 還有這個一級仿 好冰箱場也要早點下 所以這邊會配到石墓喔 是正常的情況 好那這邊先補了一個射箭場 可能還是要先針對一下對方的這個 裝甲步兵 而且還要 應該是有看到射箭場 射箭場在上面 欸沒有看到 他應該是預判喔 預判射箭場 然後先出毛兵檔 OK 一升裝甲步兵直接反打 現在羅馬這邊的步兵拿到了優勢 又這邊反而沒有事升級裝甲步兵喔 則是先升了硬龍一幕 先把經濟給拉起來 那羅馬這邊為了升裝甲步兵的關係喔 所以硬龍一幕現在頂下去 經濟有點缺乏 好這邊民兵互打 高打低傷還是蠻痛 三隻民兵打掉了一隻裝甲步兵 其實還不錯這個交換 好這裡有更多的裝甲步兵過來 攻擊於後方村民 那又有的阿茲 工兵也出來了 那阿茲特克這個文明很特別喔 他是有強弩的文明喔 但是沒有拇指環 那他本身又有這個戰毛兵喔 紫毛器 可以讓他的毛兵變成帝王戰毛 只是沒有三級的工兵鎧角 所以阿茲的打法 通常打工兵的情況下 基本上都是快要輸的時候 因為你會打到工兵的話 就代表你的暴勇士出不出來喔 一定要被迫轉出 這個工兵出來打 因為通常步兵互打 打這個劍兵勇士阿 或是暴勇士都會有優勢 甚至打對方的騎兵阿 用槍兵就可以了 所以阿茲到了後期喔 還在打工兵的情況下 基本上是 輸的機率喔 是偏高一點 阿茲特克現在是轉工兵 那工兵在封建時代的話 大部分的文兵都可以出喔 沒有不能出的問題 就只有這個保加利亞跟西班 要特別注意喔 工兵不能出太多 不然勝不上去而已 那阿茲只是沒有這個 拇指環的一個問題喔 所以出工兵配毛兵 是一個最好的打法 這邊毛兵過來解一下工兵 雙腳步兵在這邊扛住的傷害 這邊抓到了一村 哇到這邊直接拿下一村 傷害非常的好 還有機會再拿到一刀嗎 哇這個一刀直接追過去 在凱因島就死了耶 因為裝甲步兵打村民一刀是5滴血 剛剛沒有硬追 好這隻村民過來幫忙打架 老鷹可能要被收掉 要不要用毛兵去補下傷害 哇沒有打到 好這邊控兵控得有點辛苦喔 剛剛下面也在打架的關係喔 家裡遙控 這邊趕快去撒農田 好那這邊打一打 羅馬人這邊 聰明樹有暫時領先喔 阿茲這邊雖然偷了一隻野豬 但是TCDelay相當嚴重喔 開局15分鐘16分鐘 就已經有1分鐘是Delay的狀況下 這樣就已經少了2到3村左右了 再加上剛剛被殺掉1村喔 所以現在聰明樹差距4村左右 好差不多 那羅馬這邊的問題也是有點大喔 異農銀木都還沒有點下 但是已經灑了一圈田 一圈這個田了 那這一圈田的話很快就會吃完了喔 我們看剛剛這邊先灑的田 已經灑了第二輪了 農田的話就已經浪費掉了第二次的木頭了 所以經濟量來說 羅馬這邊是稍微有點落後的 那阿茲這邊是聰明落後 所以現在有點兩方補陣喔 所以現在羅馬的分數呢 是直接反超阿茲這邊的 那會反超還有一個原因喔 是因為 羅馬人這邊還有點下這個 科技的關係喔 分數也會稍微提升一些些 那最主要還是這個 村民樹的一個優勢喔 所以這個分數會再更高一點 好阿茲這邊是選擇了5隻毛兵 繼續攻擊 7隻毛兵往後打 兩隻裝甲步兵往後 開了一刀 然後再繼續輸出 OK 喔這邊打得很漂亮 哇這個裝甲步兵血那麼少 最後還是收掉老鷹喔 還有少量的毛兵 這邊打起來交換還OK 而且還讓右這邊有拉村過來喔 讓右這邊有稍微傷到一點經濟了 只要記住喔 世紀力國是一個細節累積的遊戲喔 只要讓對方失誤多一點喔 可是讓對方的村民一直在處於移動喔 去反擊你單位的時候 像這樣被拉走喔 他就不能踩資源 不能踩資源就可以打出經濟差距來了 那這樣子移動的話 可能右偷一豬的優勢 可能會慢慢消失殆盡喔 但是 DOT這邊更慘是 現在一級伐木都沒有點下 經濟體量喔 已經比這個阿茲更慘喔 現在阿茲都已經點下城堡石帶了 羅馬這邊 是挖一堆黃金 稍微買賣一下 連石頭也賣掉了 想要來點城堡石帶喔 那為什麼DOT這邊要賣石頭 因為他這邊很明確知道 又已經點下城堡石帶了 那他是怎麼判斷的呢 就看他的兵就知道了 自己家裡沒有兵來騷擾 然後他的毛兵的數量又這麼少 然後他就知道 他甚至連毛兵都想省 那想省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他已經要來升城堡石帶了 所以DOT這邊也是利用自己的 長年的經驗喔 去判斷出點城堡石帶 馬上去把石頭賣掉 轉出城堡石帶來 當然差距是一分鐘喔 其實還OK 一分鐘的話應該是能擋住的 DOT這邊補下了一級伐木 那異農也要趕快點一下 這邊讓對方蓋更多建築物出來 就可以傷到一些經濟 但也沒有很傷喔 沒有點法木科技是最傷的 那羅馬這邊也點下了一級的農田 經濟開始慢慢變好了 還好 這個農田一級農好了 這個應該是第三次囉 待會要撒第三次的農田了 一開始我先撒那四片田 那四片田要撒第三次了 那羅馬這邊就可以考慮喔 打算要不要去停下農田喔 把這個自動輪根給取消掉 待會存些木頭 轉些奴炮啊 或是去開TC喔 存些木頭是好事喔 甚至要存些黃金去買下石頭 然後開TC 都是待會羅馬的人要去思考的事情 那阿茲這邊的想法 就可以比較可以單純一點喔 直接轉修道院跟老鷹喔 直接開打一波喔 會更適合這個文明的打法 那老鷹的部分是有點打不太贏 裝甲步兵這個單位的 而且他會升到常見兵的話 更打不贏 一定要靠自己的老頭去著想 會比較有力一點 所以阿茲一定會先補一個修道院 可以補完一個 然後再下第二個 那羅馬這邊是直接前置 要來幹爐木炮了 那羅馬人奴炮呢 造價很便宜喔 一台奴炮好像只要30塊黃金吧 這個造價跟這個波蘭的貴族特權一樣喔 黃金只要30的騎士一樣 奴炮也只要30塊也是很便宜 好 但這邊不是選奴炮喔 這是什麼 衝車 OK 呃 再補充一個姿勢喔 在上上上次的改版 羅馬人 不是羅馬人 斯基帝國的衝車本來只能裝4個人 現在可以裝成6個人 呃 6個人的情況下喔 其實 這就意味著喔 要給對方壓力的喔 因為你只要造兩台衝車的話 就可以裝12人了 12人直接衝進去承認中心裡 那如果你來拆的話 常見兵直接下車開打 被迫B站喔 而且連被招響的這個空間也比較小一點 讓對方的這個操作會更難受一些喔 應該還會再補一台喔 那如果再補一台的話 會蠻傷經濟的 好 直接下車開打 這次我們剛剛說的情話 他改來衝車 常見兵就下車開打 但是後面有三隻老頭 在後面招響 招到三隻常見兵其實蠻賺的 而且衝車被解掉了 OK 那這一波雖然阿茲損失了所有的自己的英勇 老鷹喔 但是至少還有三隻老頭 在後面 好 帶來羅馬這邊已經點下了二級的 步兵鎧甲 現在遠房是5阿 近房也是5 毛兵跟這個承認中心 怎麼射都是一滴血 這邊只能靠這個箭矢數量堆疊傷害 完全不怕箭塔 這就是羅馬人的步兵 在城堡時代很難慘的一個問題 好 這邊頭子車一出來 可能要被常見兵也是直接拆掉 哇 這邊太難受了 好 後面老頭趕快繼續按 但阿茲這邊有點稍微被控到金喔 黃金沒有再繼續挖了 這一波道特打得非常漂亮 左右兩邊都有常見兵就去進攻 後面轉出了一些奴炮 開始想要去解一下後面的毛病的部分 但目前看起來毛病 這個毛病跟 不是太大的問題喔 老頭是比較麻煩的東西 好 當然這邊也就是關老頭 直接繼續往後抓掉村民 現在村民差距就是51村 對上39村 阿茲特克這邊被擊殺到了8隻村民 道特能殺到第10村嗎 這一波城堡前壓打得非常成功 哇 這邊常見兵再次走到農田 這邊又再次收村 這邊的村民又沒有辦法繼續種田 肉類繼續變少 但常見兵還在努力砍村民 哇 又砍到一隻殘血了 現在已經死去的村民有13村 這時候羅馬轉出了非常多的奴炮 開始弦壓城鎮中心 然後這邊常見兵也是不管 你到底有沒有人在射擊 然後就是繼續攻擊 現在又這邊呢 又去拖撿了一下聖物 拿了一個聖物回來 那這邊拿一個聖物 就可以增加33%的聖物加成 阿茲特克的團隊加成 也是不容小覷的 好 這邊拉了兩隻常見兵 直接正面反擊 奴炮被拆掉了一台 同時都過來想要打奴炮 但直接躲掉 這邊拉了更多常見兵 直接走了進來 想要反擊掉投資車 投資車第一時間被打掉 但左邊有三隻常見兵 不知道在幹嘛 拋潛農田 很是想要點老頭 但是沒點到 能不能先看到 對方著想著 常見兵數量有五隻 那有五隻的話 稍微就可以抵擋得住了 好 那常見兵還是要小心 後方的奴炮的問題 OK 奴炮現在有三台 對方常見兵還有四隻 這一波打起來 看起來 倒是斑魁的異城 但羅馬這邊還是有個問題 一直沒有點下二子一伐木 全力前壓 那這邊全力前壓 可能要凶女棒 或是凶到底 這邊就要看怎麼抉擇 那凶女棒有個壞處 可能會被對方籠起來 那有箭雨 剛剛已經殺到了十六村 這個村民差距非常的大 現在五十八村開始轉 其實也不會太晚 那這邊就要來看一下 DOT這邊會怎麼打 那這張地圖呢 其實不是阿拉伯 它是一個比賽地圖 它雖然跟阿拉伯很像 但它的支援點是比較零散的 這個礦產支援都是一陣一陣的 到處都有 野晶野礦都很多 那羅馬這邊現在擁有 經濟上的優勢 只要再點一下 那惡農惡木的話 應該可以經濟反轉喔 我是覺得這邊已經退兵的話 就要開始轉經濟科技 會更好一點 打一個轉手為攻 然後稍微轉一下馬舊 出個洛馬 待會可以針對一下阿茲的老頭 好 那我們這邊看到 羅馬這邊已經撿到了三個聖物了 聖物數量來說是 由羅馬這邊拿下優勢 那這張地圖的聖物 不只是五格而已喔 他總共好像有七個還八個了吧 印象中 聖物數量是非常多的 兩邊都拿了三個聖物 好像是九聖物是不是啊 看起來是九聖物耶 羅馬這邊是來到了十三村 阿茲這邊點下了救贖思想 待會兒奴炮可能就被招搶到了 那羅馬人可能這邊就不能暫時出這個奴炮了 可能只能單純出這個 常見兵去反斥對手 不然就是要轉肉馬了 那羅馬人這時候轉肉馬 我覺得也是相當適合 最近農田樹已經來到三十片田了 再撒個到四十五十片田了 肉馬跟三TC、四TC開農 也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 撒個一發殘血 OK OK 這個頭子車做到了一點事情 打的傷害其實很多 唉唷 全部的常見兵都殘血了 這一波打下去羅馬人可能會全軍潰敗 常見兵正面的傷害很高 哇 到這邊 真的是在下水餃了 頭子車砸了兩發 讓大量常見兵的血量直接變一半了 然後半血最後再用自己的常見兵去反擊回去 就搞定了 那老一遇到常見兵的情況下 可以選擇轉這個 工兵或是老頭都可以喔 工程系喔 OK 那我是覺得也不用轉到 工兵去喔 因為阿茲的老頭真的很厲害 哇 六十滴血 好坦阿 好 羅馬人這邊常見兵又被擋住了 感覺到這裡有點 猴之了太多這個軍事單位在前耀 好 但是確實是有做到一些事情 好 正面的工程系製造所要不要滴掉呢 不然要被招搶走了 滴 啊 不滴 直接送給阿茲一個工程系製造所 好 右邊的兩隻挖礦村被抓包了 好 這時候羅馬已經轉出了4TC開農了 打一個算是農蠻快的 村民差距現在是85層 對得上55層的經濟差距 後面有五隻老頭繼續著想 好 但好像有點失誤喔 全部的老頭進入CD時間 但還是順利著想掉了 阿茲這邊利用自己的常見兵 把對方給逼了回去 在中間蓋了一個新的城堡 那羅馬這邊城堡可能要蓋這個位置喔 或是要蓋這個低處喔 但是蓋這個低處的話 待會上帝龍時代可能會被高打低的一個問題 好 收到老頭直接就走 再拉了一隻老頭去撿生物 好 龍目前生物的 數量呢 是5生物 所以上阿茲應該也是 4生物或5生物喔 我卡是6生物 這個地圖居然是11生物喔 哈哈 跟我記得不太一樣 我記得是10還11的樣子喔 好 那羅馬這邊 已經蓋下第一個城堡 那左邊兩個城堡中心也是正常開農 好 草摧摧也補下了 離地龍時代只剩下一點點時間 就可以點下了 好 阿茲這邊總共有8隻老頭 開始繼續往前給對方壓力 如果不轉洛馬的話 就會變成這樣子喔 你的劍兵一出來就被招響掉了 其實很虧阿 好 左邊有兩台奴炮 好 看到這邊蓋城堡中心 倒好像沒有控好 直接撞到城堡中心 而且也沒在動 哇 道德這邊有點小小失誤 居然這邊又給對方繼續更大的壓力喔 阿這邊控兵有點稍微出現了反常 阿茲這邊順利點下了地龍時代 好 下方再補一個城堡喔 快門差距已經差到快要40吋 龍馬這邊經濟非常的好 好 上方的長劍兵直接前壓城堡中心 長劍兵還在出 但第一時間攻擊的不是頭死車 可是往後走 到這邊又沒有控好 怪怪的喔 這邊又被招響掉了兩隻長劍兵 哇 控兩邊真的會太忙喔 好 這邊看到長劍兵開始在進行攻擊 欸 當然是暴勇兵也出來幫忙防守了 那我們剛剛有說阿茲特會遇到不變情況下 很簡單喔 除了暴勇兵就可以搞定的 好 但這邊長劍兵數量太多 暴勇兵還是要累積到一定的數量 才會比較好打回去 好 龍馬這時候補下了二級龍二級木 帝龍時代也補了 直接差距約為還是一分鐘左右而已喔 沒有差距太多 好 暴勇兵打長劍兵傷非常的非常的高 好像五棒就可以尻十一隻長劍兵 還是四棒 哇 傷害很痛阿 暴勇兵是步兵殺手 好 這邊帝龍時代升上去 手推車也補下了 阿茲特特點下了真兵技術 羅馬人這邊二級攻也補了 後面阿茲老頭非常多 七隻直接招牆 但只有招三隻而已 但是還是遭到了一些長劍兵 好 這邊長劍兵數量 招牆到已經到了十九隻 這是什麼 借刀殺人戰術嗎 這個長劍兵沒有一隻是阿茲特特自己生產的 看阿樹子就知道了 被這個城堡射 被這個城堡射 只有一點點血量 好 這時候阿茲也轉成毒線攻擊 但這邊少量長劍兵過來防守 應該是擋不住 以上帝龍時代的阿茲特特 直接點下了印刷技術和啟示思想 左邊的長劍兵進行反擊 但城堡中心快要被手撕掉了 阿茲的老頭真的太麻煩了 應該這個失誤 還要被城堡中心射這麼多下才會射死 OK 下方城堡中心終於被手撕掉了 臭民速度開始下降 羅馬人125吋對上阿茲特特88吋 臭民差距約為30吋左右 這時候羅馬人直接點下精英罐技術 精英團兵3級攻 直接把自己的步兵提升到最強狀態 那點下野戰軍之後呢 產生這個軍團兵喔 速度會更快一點 而且會獲得蓄氣傷害喔 但蓄氣傷害並不多喔 就是大概加個四五攻 只有第一下而已 阿茲這邊轉出了巨型超級 開始攻城上方的城鎮中心 現在羅馬南北兩路都被包夾當中 那羅馬現在是要全軍北上拆除攻城器喔 當然北上會遇到16隻的暴勇士的一個防守 後面還有四隻老頭還在招響跟補血 所以這些數量能不能打贏 其實不太好說 感覺有點困難 好這時候第一時間 軍團兵直接兵分三路 上下兩邊直接開打 但是暴勇士傷害實在非常高 正面直接擊潰上方的軍團兵 果然暴勇士16隻數量實在是太多了 最後暴勇士魂火的數量也是非常的誇張喔 至少還有10隻左右 哇14隻 軍團兵完全扛不住 好下方的軍團兵 遇到下方的夾擊還是有點扛不太住 老頭還是在繼續招搶當中 正面的暴勇士也殺了過來 羅馬人這邊是看起來有點涼調了 軍團兵沒有辦法這麼好去克制對方老頭 老頭解不掉的話 對方的兵力會越來越多 各種叛逃到了阿茲特克那邊 基本上阿茲只出了暴勇士跟老頭 其他的兵都是羅馬的兵 哇羅馬兵好多阿到處都有 好今天軍團兵想要上前去解掉軍團兵 但正面的暴勇士傷害高 後一幾下軍團兵就快要承受不住 後面的軍團兵在反制 但是軍團兵在高地的關係 所以沒有第一時間被解掉 哇插了一下後面的城堡掉了 哇軍團長在正面的部分打不贏暴勇士 暴勇士這邊是已經深入精銳的 所以額外增傷是非常高的一個狀況 精銳暴勇士打軍團兵好像只要4棒就能搞定 唉好痛 好痛 好痛 套在這邊 生命差距原本領先40孫 但是現在看起來是軍師要被對手領先40軍團了 兵力差距非常巨大 這時候突然答出了拒絕 哇我們看到這個結尾這畫面很有趣喔 羅馬人出了152隻的軍團兵 又這邊出了57隻的民兵 事實上他 確實有出民兵喔 但是他這個民兵呢只出了3隻 後面的54隻喔 都是借了羅馬人的軍團兵喔 跟常見兵來用了 那基本上自己沒有去生這個民兵科技喔 所以最後顯示的畫面他是出了民兵 而不是常見兵喔 跟軍團兵 哇這個畫面真的是有點有趣喔 沒有想到阿茲特克利用自己的老頭 然後再出單純的暴勇士喔 就可以反擊回去了 大部分自己的軍團都是對方的兵喔 到頭這邊太想要打一個多線騷了 反而讓對方有利可圖喔 一直稍微少量少量招響掉對方的單位 然後自己沒有轉出大肉碼 這個老頭的問題不解的話 最終還是會成為自己的兵 還是會變成對方的軍團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羅馬這邊拿到了 食物跟木材的生理 食物甚至贏了4000塊5000 那木材則是引了快到4000 黃金的部分是少數了1500 但出軍團兵問題也不大 最主要原因還是老頭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掉 要是羅馬有出一些肉碼去解的話 可能這場結果或許會不太一樣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謝謝大家 我們下一個影片